对于全球20亿人来说,脸书是一种保持联系的方式,但这个社交媒体网络目前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脸书改变做法。 最近关于脸书如何处理客户数据的争议引发人们呼吁加强监管。 预计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未来几周内将在华盛顿就此问题作证。 有些公司已经停止在脸书上做广告,直到他们得到某种答案为止。 在莫兹拉,我们从上周开始暂停在脸书上做广告,我们希望看到消费者有更多的透明度和更多的选择。 这是我们迈出的一小步,说当你开始更加认真的对待这个问题时,你开始关注并做出这些改变,我们会回到那个平台。 迪尼尔·迪克森是浏览器火壶制造商莫兹拉的手机运营官。 他的组织希望脸书能够更直接地向用户说明他们是如何处理用户信息的。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遵守无意外的规则,这是我们所尝试的做法。 不要让用户遭遇意想不到的问题,如果你让他们遇到了,你最好站出来承认,我们会采取以下措施来纠正这个问题。 尽管很多人批评脸书,但说要删除脸书的言论并不多。 在社交媒体上沟通,已经成为人们的生活的一部分。 虽然脸书备受关注是有原因的,但面对这个问题的不仅有脸书,还有其他以广告为生的网站,大多数网络采用的都是一个基于监控的商业模式。 这些网络无法继续与隐私权共存。 谈到监管要求,硅谷总是担心,更多的监管法规会伤害新兴和小型企业,但脸书如此之大,可能需要更多的问责。 一个可以采取的非常具体的形式,是对脸书如何存储、收集和使用我们的数据,进行独立审计,审计人要对用户,而不是对脸书负责。 在旧金山举行的外国创业家会议上,参与者表示,这是脸书和所有社交媒体的一个关键时刻。 我认为这对脸书而言是积极的,这是他们思考的机会,会帮助他们成长并发展到下一代。